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研究机构Semicon Doctor Intelligence最新报告指出, 今年全球半导体业资本支出成长,台积电,美光扮演关键双箭头,若扣除此台积电与美光。 今年全球半导体业资本支出,恐转为年衰退10%。 Semicon Doctor Intelligence分析,2024年全球半导体业资本支出为1550亿美元,较2023年的1680亿美元,减少5%。 预估2025年全球半导体业资本支出,将年增3%,达1600亿美元。 该机构分析,2025年全球半导体业资本支出成长,主要靠台积电与美光两大厂投资。 其中,台积电今年资本支出年成长约34%,达380亿美元至420亿美元。 美光预估,在截至8月的2025财年,资本支出将年增73%,达140亿美元。 若扣除台积电与美光,该机构分析,2025年全球半导体业资本支出将比2024年减少120亿美元,换算年减10%。 在此背景之下,台积电前联席营运长蒋尚义在台湾的一次活动中,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英特尔的晶片制造困境。 蒋尚义在台积电任职至2013年,他是该公司的核心团队成员之一,帮助该公司成为全球代工晶片制造巨头。 蒋尚义建议英特尔采用成熟的晶片制造工艺才能取胜,因为他远远落后于台积电,无法赶上。 蒋尚义补充说,虽然英特尔曾经是晶片行业的王者,但现在却无名小卒。 随着英特尔新任执行长陈立伍的上任,该公司有两个主要目标。 一是建立英特尔18A晶片制造节点的常规生产,二是建立强大的代工业务。 这两项目标都是为了与台积电竞争。 如果英特尔选择前者,那么它将实现与台积电相同的制造节点。 台积电也计划今年将类似的2奈米工艺投入生产。 然而,尽管英特尔可能再次尝试扭亏为盈,但蒋尚义认为,该公司更适合专注于成熟的制造工艺节点。 他认为英特尔应该收购一家成熟的制造工艺工厂。 蒋尚义回忆起,他在台积电任职期间,英特尔在全球晶片制造技术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 而台积电,不得不大幅削减成本,已与这家美国晶片制造巨头竞争。 他补充说,英特尔不应该在高阶节点上与台积电竞争, 而应该与一家不生产尖端晶片,而是大批量生产成熟工艺晶片的公司合并。 这位前台积电高管在评论英特尔时直言不讳。 他回忆说,虽然英特尔曾经是晶片行业的王者,但现在却是无名小卒。 至于建议英特尔与一家成熟的晶片制造公司合并, 上亿表示有两家这样的公司。 虽然他没有透露具体名称,但台湾的联华电子和美国的格罗芳德是两家大批量生产成熟晶片的公司。 至于台积电,他认为该公司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数百家客户。 蒋上亿称,为了服务庞大的客户群,台积电建立了高产量和快速制造速度, 这是其关键的竞争优势。 蒋上亿还将台积电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和对联电的成功归功于该公司对研究的重视。 他指出,联电与IBM合作进行研究,而他的前公司则自行开发了这些功能。 他回忆说,在任职期间,他努力克服英特尔的主导地位,并在目睹台积电这样做后感到高兴。 另外,台积电供应链在三月底突然透露,台积电在1.4奈米制程推进获得重大突破。 台积电近期已通知供应商,备妥1.4奈米所需设备。 预定今年先进新竹宝山第二场装设市产线,miniLine, 同时也计划将原定采用2奈米制程的宝山晶圆20厂的3厂和4厂,作为1.4奈米的生产据点。 此外,台积电举行了高雄厂2奈米上梁继3厂动土典礼,展现先进制程根流台湾决心。 台积电2奈米生产据点采南北两地同步进行。 新竹宝山厂进度似乎比高雄快,却选在高雄厂举行扩建2奈米仪式,除了感谢高雄市鼎力相助。 也透露台积电先进制程未来生产重心将逐步难移。 根据台积电一应地缘风险提出最新的规划蓝图,已将原规划宝山厂Five24座2奈米厂的计划,耕动为P3及P4厂改切入1.4奈米。 高雄Five222奈米则有原规划的P1、P2厂,修正为P1至P3厂,一位高雄将有至少三座2奈米厂。 至于P4、P5厂府于本月初通过环平,以启动建筑规划。 执照申请及现地开工等作业,预计2027年竣工及申领使照,未来将生产同属2奈米家族的N2P、N2X及1.6奈米为16节点。 此外,台积电保留高雄兴建D6厂P6弹性,目前未做规划。 据了解,似乎也未来是否导入更先进制程使用预作准备。 至于中科二期园区扩大用地,因当地高尔夫球场会员求证争议协商破局,确定延后交地,台积电规划时程,仍设定今年5月动图。 因此,要靠中科管理局协助台积电,顺利在中科二期进行扩建。 而台积电在中科二期扩大计划,在确定于高雄扩增2奈米产能后,决定改切入1.4奈米,且编定为晶圆D25厂Five25,规划兴建4座1.4奈米厂。 首座厂P1希望能赶在2027年前完成风险性试产,2028年下半年正式量产。 宝山的P3、P4的1.4奈米产线量产时程也压在2028年,但在中科二期扩建用地因受求证争议影响,预料宝山的量产时程会比中科的D25厂还快,成为台积电最早量产全球最先进1.4奈米制程的生产据点。 此外,嘉义太保的先进封装厂也计划扩充,加上买进群创旧厂改建的先进封装厂,台积电未来在台投资金额预计超过3000亿美元,相对于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尚未有明确时间表。 供应链人士说,台积电规划将最先进制程和先进封装投资重心放在台湾,否则向核商艾斯摩尔、美商克里研发、日商东京威力科创,德商木克及蔡斯不会无惧全球地缘风险仍来台扩大投资。 针对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日前与总统戴清德举行记者会时,表示往后几年还会有11个生产线要继续投资。 据指出,这应是已公布投资的宝山四座晶圆厂、高雄五座晶圆厂和嘉义两座封装厂。 而中科四座晶圆厂以及未来进驻沙轮规划更先进的晶圆厂至少六座,即数座先进封装厂,将是台积电下一波投资重心。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